例如我們坐在這裏 他們在這裏這樣說話 或者在這裏聽說話 其實他們會很不滿 他們會在這裏肯定會大鬧 或者肯定會大啞去打斷這個感覺 所以我們就會見到 其實他們本身在當時 其實已經是一個對於當時的 資金階級生活的一個不滿 期望有一個新的生活 所以在117年的革命出現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因為他們覺得整個歷史的發展 亦都跟他們當時的心態配合起來 兩者可以連結起來 就覺得會有一個新的世界 和一個新的生活產生出來 這個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 是完全不同於資格階級的世界 要留意馬拉夫斯基的很多實驗 和國未來派的很多斯科實驗 有幾點是很重要的 第一點就是我們在說的一個 就是他們覺得他們的詩歌的實驗 其實是一種超理性語的實驗 什麼叫超理性語的實驗 其實好像很圓 其實就是在說出來的字句 其實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我們經常會理解詩歌 或者理解畫畫作品 是表達我們的意思 就是我們寫一首詩 就要表達我們的感情 或者表達我們的想法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覺得其實寫詩 寫畫畫作品 其實可以是一種形式實驗 他本身那種形式實驗 甚至不需要有內容 或者有表達的一個負擔 是純粹地做一個語言實驗都可以的 所以他們有時作一些 叫做超理性語的詩 甚至他弄一堆字句出來 那時它全部都是聲音來的 完全是沒有任何意思存在的 那所以透過這些超理性語的實驗 他們開始注意到 文學作品不單止得內容 不單止得文學 是文字 即是表達出來的內容 而它同時也可以是一種聲音的實驗 還有它另外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詩歌實驗的一個玩法 就是叫做樓梯體的玩法 就是它的詩行 我們一般看詩的時候 這些詩行都是一個一個排得正經齊齊 但是它的排法不同 它第一、第二、第三句就好像下樓梯一樣 就是作句接著下樓梯一樣 所以我們會見到它這個實驗 亦都是在視覺形式上 在玩那個詩歌的版面設計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發覺開始寫文學作品或者寫詩的時候 已經不再注意文字的內容不單止 而是注意聲音 以及注意整個圖像的設計 所以我們會見到我們日後的西方設計 其實亦都在同一個時間誕生 同一個時候在俄羅斯 以及在德國 其實都是大家開始注意到文字的版面設計 以及開始注意到圖像的版面設計 其實這些源頭 亦都是跟他們當時俄國的未來主義的實驗 其實很有關係 另外亦都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他除了版面設計玩文字的聲音之外 其實他們基本上是很接受一些新興的媒介 他們玩文學不單止是文學內部來玩 他們本身當時有新出現的一些新的媒介 例如電影 開始出現例如三機的廣播 其實他們開始亦都注意到這些新的表達的媒介 所以當時馬爾夫斯基當他們寫詩的時候 和當他們做詩歌的實驗的時候 他們開始都注意到 究竟我們的詩歌怎樣可以fuel一個廣播的場合 可以廣播給大眾聽 所以他們詩歌的實驗本身也都結合了對於新媒介的一個主義 所以很多詩我們要看到 其實如果在youtube裡面surfy 或馬爾夫斯基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他有些當時的播放的錄音都會在那裡見得到 所以他們的都可以聽得到 所以我們要看到其實他整個詩歌實驗 亦都是配合整個當時出現的大眾媒體的新的大眾媒體 而配合而來的一個新的實驗 所以他玩詩歌的語句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新的玩法 例如其中一個新的玩法 就是除了樓梯看之外 其中另一個新的玩法就是 例如我們寫詩的時候習慣 可能表達了一個完整的片語之後 才下下一行 但例如他玩的時候 他會在兩行之間 第一行的尾那個字 和第二行的開頭那個字 其實是同一個字來的 將它分開來換 例如cambera這樣 他將cam放在第一行 ERROR放在第二行 然後我們會看到這些實驗 本身其實是一些聲音實驗 即是打破我們原有 即是對於詩歌的一個習慣的接收 令到我們有一個不同的推法 所以正正受這些啟示 那時候開始就在他大學的生涯裡面 就開始不單止是精神 神經心理學院那麼簡單 而開始他亦都組織了一個聲音實驗室 就開始玩聲音實驗 他怎樣玩聲音實驗呢 就是例如他在不同的地方 錄了不同的實際的聲音 然後拿回去那個實驗室裡面 就是玩混音 那玩混音其實 其實Max這件事我們現在很common 好像很common的東西 但其實在當時來說是相當的誇張 所以今次我們的目標 就是最早期的MTV 其實我們會發現 其實我們日後所看到MTV的MV的形式 其實已經是Vertor他們的實驗室 已經開始出現 只不過我們現在變成了商品化 或者開始變成了 就是大家變成很common的東西 所以這些背景之下 我們就看到 其實最初Vertor是不是玩電影出身的 他最初其實是讀心理學 他最初其實是玩聲音實驗 他最初其實是玩試歌 正正是有這個大的氛圍之下 他開始進入電影的試驗的時候 有很不同的一種看法 這種很不同的看法 其實就形成了他那個想法 是同回合理活片 我們接收開的合理活片 完全不同的一種電影實驗 我們經常都說Vertor 我們剛才上一張PowerPoint 我們就知道其實他原名叫Dennis Kaufman 後來他開始變成私人 和變成電影實驗家的時候 電影作者的時候 他才改回Vertor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 其實是一個來自波蘭的 一個兒童遊戲叫船艇頭的遊戲 這是一個簡單的交代 我們要看到 其實正正在剛才我們看到 1916到1917年還沒發生十月革命的時候 他依然在一個進行聲音實驗的一個階段 和創作師的一個階段 去到十月革命之後 他就有一個機會 Vertor有一個機會 可以加入到 就是莫斯科的一個電影委員會 這個莫斯科電影委員會主要做些什麼呢 其實主要是做新聞片 和做宣傳片 就是做國家的新聞片和宣傳片 當時要留意1917年 就是十月革命過去之後 就連代表政權很穩定 然後大家就可以很穩定的建設確斷 我們在說1917到1922年間 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內戰期間 在一個內戰期間 其實物資極端短缺 而且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是死了幾百萬人的 在俄羅斯裡面 所以在一個物資極端短缺的時間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開始拍新聞片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會見到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拍到 荷尿色的故事片 因為如果你要拍荷尿色的故事片的話 你就要很大量的飛落 在這段時間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開始拍新聞片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就會見到 其實他們沒有辦法拍到 荷尿色的故事片 因為如果你要拍荷尿色的故事片的話 你就要很大量的飛落 可以讓你重拍 另外你也要由一個攝影拍 或者要有專業演員 有訓練專業演員去拍那些故事片 去構造那些故事片 在這個當時俄羅斯的一個階段裡面 其實基本上沒有這些條件 所以我們就會見到 其實這個 在當時來說 他們唯有可以拍的影片 唯有可以拍 即是在現實裡面取材的紀錄片 當他們拍紀錄片的時候 和我拍這些宣傳片的時候 他們形成了一個做法 叫做電影周報的一個做法 即是每個星期都會拍一輯紀錄片出來 即當時的紀錄片出來 播給大家 即是播給民間裡面的樂運 或者是職工人體 當我們拍紀錄片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其實最早的電影其實都是紀錄片來的 例如盧馬威兄弟他們那些火車進展的紀錄片 基本上那些影片都是紀錄片來的 即是在現現實 所以當時我們知道盧馬威兄弟他們的鏡頭是設定死了 設定死了在那裏 接著就拍那個火車慢慢進展的一個過程 但是去到那裏的時候 他完全是突破了當時對於這些電影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他其實覺得其實可以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電影周報的剪輯師 那他每一個星期都會在不同地區 運來很多不同的紀錄片 那他就在那些紀錄片裡面 他會剪輯過周報出來